2018 F1歌手颜值套补 在人才积极的F1威厂永远不缺帅哥 这些世界上飙车最快的男人颜值也不低 但要论如今威厂里最帅的男神是哪几位呢 第五位 基米·莱科宁 人称杨老芬兰人 39岁 现法拉利车队主力车手 他是F1赛场上的诸多神话之一 他是有着深蓝色眼睛的冰人 他是天生的车手 他表面腼腆沉静 内心则坚定执着 正如矗立在芬兰的冰山般兼任 基米个性独特 形象出众 层出不穷的意识让大家很喜欢谈论他 他特有的吸引力更是数不胜数 第四位 费尔南多·阿隆索 西班牙籍 37岁 现麦凯伦车队主力车手 二座F1世界冠军 曾是最年轻夺冠车手 人称头哥 2005年9月25日 24岁58天的阿隆索 首度封王F1世界冠军 由此终结了车王舒马赫的五连冠 也由此成为当时F1史上最年轻世界冠军车手 不过有消息说 头哥将在2019退役 我们祝他好运 第三位 斯托菲尔·范多恩 比利时级 26岁 现麦凯伦车队主力车手 2015年GP2系列赛冠军 前车手詹森巴顿的接班人 也是头哥阿伦索的队友 范多恩的长相很柔和 智气 看起来像个欧洲大男孩 性眼加高眉骨 加标志的脸型 少年英气感十足 范多恩的气质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项 举手投足都很有魅力 第二位 刘易斯·汉密尔顿 英国籍 33岁 现梅德塞斯车队主力车手 人称刘翰 2008年成为F1史上首位夺取个人冠军的黑人车手 2008、2014、2015、2016年 四届F1世界冠军得主 F1史上第一位黑人车手 四座F1赛车世界冠军 当之无愧的赛车史上最成功车手之一 第一位 查尔斯·勒克莱尔 罗纳哥吉 现年还未满21岁 现效力于索伯车队 他在2016年的GP3锦标赛获得总冠军 今年升入F2锦标赛后 呈现统治级的表现 勒克莱尔长相干净周正 平面容就能给人一种亲切感 眉宇间带着一种阳光又自信的气质 脸上的酒窝更是让他吸粉无数 ciao